第六題 我們來看第六題 從地面垂直朝上發射一顆石頭 出速為24.5每秒公尺 經過T秒後 石頭的高度為H of T 等於-4.9T平方加24.5T公尺 T大於等於0 請問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石子射出後最高的高度為幾公尺 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根據題目是要來求出它最高的高度 意思也就是說我們來求 這個函數H of T它的最大值 所以就會等於-4.9T平方 加上24.5T 我們利用配方法來求 首先我們把-4.9把它提出來 讓領導係數T平方前面是1 那麼因此這裡就是- 把這個提出來以後 所以這裡得到的是-5T 那麼繼續我們把它配成完全平方 也就是說我們要加上這個5的一半 也就是2分之5 那麼整個的平方 加了以後馬上減 所以減掉2分之5的平方 那麼因此我們維持過號裡面的值是不變的 那麼因此就等於-4.9在乘上 2分之5的平方 那麼前面這三項就是完全平方 意思也就是說呢 是T減掉 這一項呢 是2分之5整個的平方 再加上負負得正 也就是說呢 4.9乘上呢 2分之5的平方 那就是呢 4分之25 所以就會等於-4.9乘上T減掉2分之5的平方 加上4.9乘上4分之25 我們計算結果得到呢 它是30.625 那麼這個意思也就是說呢 我們把HOT這個函數 利用配方法把它配成了標準形式 那麼因為呢 這個函數開口向下 這是一個拋物線 所以當T等於2分之5的時候 那麼它呢就會有一個是最大值 最大值呢 那麼就是30.625 那針對我們這個題目呢 那麼這個最大值的單位 那就是公尺 所以呢是M的意思 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石頭射出後 經過多少秒落回地面 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那麼根據題目的意思呢 我們在周標平面上 就來畫一個呢 石頭它的路徑 它的示意圖 就是一個呢 開口向下的拋物線 那麼這裡呢 假設我們畫虛線的這邊 就是代表呢 這是地面 那所以呢 石頭從這邊朝上 丟紙的時候 我們在第一小題得到 它到達最高點所花的時間 也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所花的時間呢 是2分之5秒 那麼在一半 因為拋物線呢 它是對稱的 所以這裡在2分之5秒 那麼因此呢 它總共的時間 那麼就是呢 2乘上呢 2分之5秒 這個時候呢 是5秒 5秒的意思就是 到達這裡 也就是呢 落地的時候 需要呢 是5秒的時間 那麼這個呢 是我們利用幾何 來找出呢 它落地的時間 是5秒 我們可以利用呢 它的函數 方程式呢 來計算 意思也就是說呢 當它落地的時候 它的高度就是等於0 所以呢 原來的函數是 H of t 這個值呢 就是等於0 所以等於0呢 就是-4.9t平方 加上來24.5t 我們來把-4.9提出來 那麼因此呢 就是等於0的時候 -4.9 那麼t 我們也把它提出來 所以裡面呢 就剩下是t 減掉5 那麼這個函數等於0 所以我們求得t的時間呢 是0 或者呢 是t的時間等於5 t的時間等於0 就是這裡落地 所以呢 這裡指的是t等於0 t等於5 就是指這裡 所以這裡的時間呢 是t等於5 那麼兩種方法 我們都可以知道呢 它經過5秒的時候 就會落地 所以呢 第一小題 石子呢 射出之後 最高的高度 是多少公尺 我們計算結果 得到呢 它最高的高度 是30.625公尺 那麼第二小題呢 射出之後 經過幾秒 落回地面 我們利用呢 幾何方法跟代數方法求得 它經過呢 5秒的時間 就會呢 落地 這個就是我們答案 晴電 二十多零 碧 零 零 零